今天下午来菜市场买菜 你说这次有什么菜? 多心菜 多心菜? 这个怎么吃? 就炒肉吃 炒肉吃 腌着吃也可以 这是本地的菜 我们本地的四川都可以 四川都有 多心菜 多心菜 我一见俄菜 我还真没见过 我第一次见 买完菜和车友一起打火做饭 他这个车是个本田CRV 比我那车大多了 同样是紧凑型的 但是耗量比我那也大 他这个车呢 平常在县城开 但其实他在县城开的都少 主要是去乡下玩 你看看 他平均油耗是8.6 1.5T的车 这个车他买了20多万买下来的 整体配置还不错 空间也很大 就是他那个档我不太喜欢 他那个车呢 怎么说呢 和我那个车一比啊 多了两个档 一个S档 一个L档 但是呢 他那个机械性 更大一些 我那个比较平均 他那个有点像那个 怎么说呢 你看操纵起来 挺沉的 给我的感觉 看看他这上面这个 三一圈 这是个帐篷 但是他这个车里的帐篷 一次也没用过 这个车就是这样子 他那个帐篷 平常是不装的 要不然油耗更大 但他车里边也坐不直 我也坐不直 所以这个车呢 就是比我那车长一点 这个东西啊 他确实是挺实用的 嗯 就是挺沉的装上面 而且有哨声 增加风格 其他都挺好 不过他这个帐篷 他自己用的也很少 到现在他还没搞明白 到底是怎么挂的 让我帮他看看 我也看不懂 好了 现在开火做饭吧 这个车友自己的卡尸炉 都不太会用 我来把它用一用 今天炒一个羊肉 算是砂锅类的啊 羊肉 然后 胡萝卜 完了完了 我帮我给我说话了 我能不能把那个炒西红柿的放进去 算了 听不着吧 一会儿西红柿再弄 哇 这个卡尸炉的火还可以啊 我原来一直对卡尸炉有误解啊 火还可以 哈哈 呵呵 刚夸晚上又不行了 哦 羊肉 他确实不行 哈哈 就是枪油的时候可以 啊 一枪油一放肉的话 都加了一次 火还没办法 圆形就必漏了 看他炖个菜啊 吃个火锅啥的 看你怎么样 你看 大点生抽 老抽 上上色 就可以放到锅里炖了 炖上大概45分钟 一个小时 一辆45分钟 这个羊肉就好了 他那个火和我那个小店锅的火差不多 啊 没有什么太大区别 老抽来点 你别说这个棚子还挺管用的 我没这棚子啊 买 这个风吹的现在是风挺凉了 但失败待不住 好 炒完他 咱用他炒西红柿 是不黑了 你看 一炒起来 这个火就不行 OK 好 关火 倒锅 倒这个小电锅 炖 用电 我们是又有火 又有电 倒上水 就OK了 这个好了 炖着吧 炖着然后我们就这么吃了 说实话我炖的这个羊肉 好吃的根本停不下来 将来大家如果在路上咱们碰见了 可以尝尝我的手艺 我的西红柿手艺也不错 那么好 再见朋友们 好 好吃 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